他能把身体弯折360度 把身体绕成圈 也能把臀部压在头顶 他不仅身体柔韧度高 就连平衡能力 也是数一数二的 米米尔的柔术功底究竟有多深厚 我是邦姐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柔术米米尔的柔术之路 他是全往身体最软的人 对别人来说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动作 在他手中 只是小菜一碟 他能轻松把身体弯折一圈 在头称地的情况下 双腿还能转圈活动 对大多数人来说 匹刹已经够难为人 但米米不仅能披180度 还能让双腿像钟表的指针一样 一圈圈地转动 如此惊人的动作 也只有米米能做到 他可以随时变身蜘蛛 在表演间隙活动筋骨 别人转身都是上下一起转 而米米只转上半身 向下看去 他的腿还保持着向前走的姿态 他不仅能摆造型 还能用这个扭曲动作活动 就像电影中的蜘蛛精 他能把脚夹在脖子上 随着腿部用力 整个人都被反转过来 他的动作优雅高贵 让人难以模仿 米米曾教人运动减肥 他上半身着地运动 倒立靠双手支撑在木块上 练习平衡术 他把自认为最简单最基础的动作 展现出来 但对普通人来说 每一个动作都在挑战极限 网友都担心自己跟练完后 直接进医院 但这些高难度动作 只是米米日常训练的 米米是专业柔术运动员 曾经在国家队训练 别看他长得成熟 实际上只有20岁 他是被网友看着长大的 从15岁就开始分享训练日常 从那时候起 他的实力已经足够惊人 他能坐到脚在地上走 而上半身一动不动 也能到倒立时 用臀部靠近后脑勺 整个上半身 几乎对折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动作 是米米的招派动作 别人看到河水 会想要欣赏风景 而米米需要日复一日在河边练习 他倒立在岸边 仅用双手支撑起全身重量 不仅要保持平衡 还要在岸边表演 让人为他捏一把汗 米米利用身边一切物品训练 就连看似平常的柱子 都会成为他练习的地方 那上面仅仅能容纳两只手 只要稍一走神 就会掉进河里 而米米米却能在上面展示柔数三折 其平衡能力和软度都是顶级的 为了更清楚地展示柔数 米米专门拿来小碗 在里面装上半碗茶 本以为他要喝茶解渴 他却不走寻常路 倒立把碗顶在头上 仅仅是做这个动作已经够困难 但米米还给自己增加难度 用双脚捧茶 稳稳喝进口中 他的实力令人惊叹 网友也十分敬佩米米 就连平时爱挑刺的人 都找不到不完美的地方 表示能看出米米米有真功夫 他能有如今成就 必定忍常人所不能忍 况且柔数需要从小练习 每一位坚持下来的 都值得敬佩 你认为米米米哪个动作最精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关注我 你想看的网红故事 尽在网红闲渔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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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